本所執行網路巡邏請勿時發現 民眾在臉書社團發文表示 光顧火車彈前有機車零件招欠 警方前往發現機車自引擎、後車輪及車牌遭人竊取 並通知偵查隊至現場勘查 經調閱經事器發現一輛可疑車輛於案發地出沒 隨即通知車主其指劉姓少年到案出名 該少年公稱是委託張賢幫助改裝車輛 因機車零件不足,騎火同張賢及黃姓、張姓少年等 士人前往案發地拆除零件、後輪胎及車牌等物 經流姓少年公出辦行後 本分局偵查隊向花蓮地院申請搜索票 並前往張賢住處搜索 查握號牌一面、引擎一組及機車零件一批等證物 另於搜索時查握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一包毛重0.29公克 張賢對上述犯判刑均坦誠不會 並承認與三名少年共同辦切刀案 四名犯前依規定移送爭辦